小猴子猛地跳入湖中假装惬意玩手 试图把金刚哄骗下来 金刚没有多想静止走向湖中央 然而下一秒 他们背后的湖面突然泛起涟漪 一种可怕的生物正悄然朝他们逼近 当金刚察觉到危险转身往后看去时 凶猛的待遇直接朝金刚发起袭击 小猴子健壮赶紧趁机逃跑 独留金刚一人大战巨兽 然而正当奋力逃跑的小猴子 为自己的奸计得逞暗自窃息时 一把飞驰而来的战斧打在他的面前 来不及躲闪的小猴子摔了个狗吃屎 紧接着金刚把战利品甩到了他的脸上 金刚并不计较小猴子的算计 面对机长怒怒的小猴子 反而把到手的美味分了一块给他 而这也让小猴子彻底放下对金刚的戒备 很快在小猴子的带领下 金刚他们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刀疤王的潮雪 眼前的一幕让金刚十分震惊 这里宛如人间炼狱一般 年老体弱的猿猴只是搬不动时光 下一秒 他就遭受到一顿丧心病狂的毒打 金刚看到这一幕刚准备上前 却被小猴子拦住 金刚不管他的警告直接走了上去 接着伸手将年老的猿猴拉了起来 看到金刚竟敢多管闲事 愤怒的馆长直接上前呲牙裂走 面对挑衅 金刚也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一拳就将对方打趴下 就在这时 坐在王座上的刀疤王也发现了金刚 身材魁梧的他缓缓地从洞里走不出来 紧接着一个跳跃来到金刚身边 周围的猿猴下得赶紧低下头去 没礼貌的刀疤王直接伸手拨开金刚的嘴巴 看着他嘴里闪亮的太和金刚牙 刀疤王忍不住嘲笑了起来 周围的猿猴见状也纷纷附和着一起笑 可下一秒 他就表情凶狠地来到小猴子面前 准备惩罚一下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 一只年长的猿猴赶紧挡在小猴子面前 祈求对方能够放过自己的儿子 一言不发的刀疤王转头被够伸去 就在大家以为他心软就此放过小猴子父子两时 不料下一秒 他突然一个抬腿后踢直接将老猿猴登进了滚烫的人江 看到父亲的惨死 小猴子悲痛欲绝 金刚的愤怒直瞬间被拉高 而他跟刀疤王的大战一触即发 刀疤王甩起骨边直击金刚 好在金刚惊险堵 紧接着刀疤王发起第二次袭击 眼疾手快的金刚一把抓住对方甩来的板鞭 可下一秒 刀疤王的一个用力拉扯 他的手掌反而被刀疤王的武器划伤 愤怒的金刚直接手势战俘冲上去跟刀疤王一帮 一场惊险刺激的打斗视觉盛宴正式拉开维护 然而经过几轮大战下 无奈刀疤王的走位太过灵独 金刚的几次进攻都被对方堵服 自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很快金刚手中的战俘就被对方击露 刀疤王也顺势一个后范 趁机利用骨鞭死死围住金刚 眼看金刚就要成为刀疤王的边下亡魂 危急时刻 金刚忍着剧痛一把抓住骨鞭使出浑身力气 一个过肩摔将刀疤王摔倒在地 紧接着将对方直接拎起狠狠地甩了出去 看到刀疤王不敌金刚的力量 刀疤王的爪牙准备上前帮忙却被刀疤王拦下 面对如此强壮的金刚 邪恶的刀疤王冷笑几声后 随即举起手中的心灵宝石往前一指 宝石瞬间发出耀眼的亮光 随着一颗巨石的落下 原本滚烫的岩浆瞬间被巨石阻断 一双闪着寒光的双眼出现在黑暗中 一只更可怕的生物被召化而出